吃下第九套红黑球 奥沙利文不仅赢来了 自己赛点局的超分红球 而且再次煞有歧视地询问了一下 裁判 看来他估计又是在问147奖金的事了 看看裁判飘忽而为难的眼神 奥沙利文会不会再次故意打丢 他这眼瞅就要到手的 职业第16竿147呢 火箭已经完成了个人的15竿147 吃下第十一套红黑球球 火箭此时此刻也不知道在跟谁交流 似乎在场边得到了答案 这次的147除了个人荣誉和单杆最高奖金之外 应该是没有额外的147奖金了 但现场的观众们依然一个劲地给他打气 希望他能不介意没有奖金的事情 让大家一起见证他职业的第16竿147 而鼓励之下的奥沙利文 也打得格外起劲 没有一丝压力啊 他轻松拿下15红14黑 除了绿球稍稍偏离了一点 所有彩球都在自个点位上 这一竿吃黑叫黄 只要他稍稍认真一点 自己职业的第16竿147就到手了 他就打不进了 太能演了 活脱脱就是影帝附体 遵照这场比赛 奥沙利文的状态来说 这样的147对他来说 一定不是啥问题 不信 那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 先看看 他面对克拉克的这一感绝妙防守时 他咋回应 这白球的掌控力 真的是毫米级啊 然后是这红球进攻 就差那么一丢丢 留下这带口球 不过 也没关系 粉黑被锁死 下半区 压根就没踩球支撑的乱局 克拉克在收下了带口红球后 白球未能如愿拉回上半区 这样的话 他也只能转防守了 然后属于他的倒霉 时刻也来了 先这一季远台组合球进攻 太可惜了 更要命的是 接着是接下来的这一杆防守 给奥沙利文留下带口球 火箭 接下来就给他展示了 这样的乱局 就该怎样拆解 给148不是满分啊 篮球调校 白球精确找准位置 先解锁粉球 给他清理出进攻空间 接下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了 围绕粉球连续得分 单杆39分后 更利用这一K杆 把黑球也解放出来了 这样子的话 比赛就简单多了 一般这种本土系列赛的 第四个比赛日 都是一天两轮 主局五胜这种 带有中场休息的这种 长局局 战决赛是11局6胜 决赛17局9胜 带铁库 好球 这个斯登太漂亮了 清掉这超分粉球 又拿下了红球 比赛胜负一分 但奥沙利文 还是有点不满意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应该还是很想 用一杆青苔 完成这局的完美收官 结果 白球摔顶带 让原本绝望的克拉克 重燃斗志 特别是一番安全球 憨斗后 还趁势 收下了套红彩球 留下最后的红球 开始追逐自己的斯诺克之路 可面对奥沙利文 压力很真不小 在想着自己的斯诺克的同时 还要预防着他的冷息 直到这一杆 他总算做成了自己的第一杆斯诺克 显然 这样的解球难度 对奥沙利文没啥难度 第二杆 用粉球遮挡 勉强算是做少 但奥沙利文稍稍加点旋转 就轻松破茧 双方又一番缠斗 克拉克本想用绿球遮挡 继续做一看 却没想到 斯诺克没做成 反倒漏球了 可火箭居然不打 继续跟克拉克磨一磨手感 比拼比拼防守 兴致不高的话 这种球啊 早就抡一杆了 克拉克也打出一点脾气了 这一杆 他总算弥补了自己之前的小小遗憾 用绿球遮挡 做成第三杆了 可奥沙利文的解球 同样是那么引擎 克拉克想用篮球遮挡 再来一杆 可这次又漏了 可奥沙利文也牛浅 看似进攻失误的一杆 却秀起无比的利用咖啡球 做成绝妙一杆反制 这是运气呢 还是他本来就这么想的呢 接着 是这一杆 继续篮球干扰 给克拉克出考题 结果就这么一杆 直接让对手 把自个的中袋 卖得干净彻底了 奥沙利文终于不磨叽了 三下五除二 早当台面 轻制篮球 终结了这一局 接下来 克拉克 无命式的这一杆打丢 就直接又宣判了 自己糟糕命运 我见得机会 分篮球下方这一刻 奥沙利文 一杆精准远台 拿下上手红球 最终 霸气一干破板 完美青台 给大家展示了 他强大无比的青台能力 到了第三局 几乎是一样的剧情 克拉克 只留下这小小瑕疵 就被火箭 就又轻松上手 还好克拉克的运气不错 火箭这一杆 中带篮球的走位 还是出现了 意想不到的变数 火箭的球路中断了 克拉克继续一杆斯诺克开路 想为自己找回场子 奥沙利文 这球没贴死 露球了 这咖啡球不进 让他实在是很无语啊 比赛都送到这个分上了 奥沙利文 再不赢下球局 实在是对不起 现场球迷了 可让火箭继续自压咧嘴的一幕 再次出现了 白球意外被粉球挡住了 他只能选择贴球防守 双方又得继续PK比拼安全球了 运气不给力的时候 奥沙利文 选择了硬核主动防守出击 扎一扎球堆同时 一颗黄球牵制 他也同样是 一杆斯诺克完美开路 克拉克 没法子了 只能硬着头皮拆解 叶敏涛和马克斯尔比的第一局 还没有打完 结果 这一下又迈出底带机会了 奥沙利文 就不客气了 最终 单杆54分 直接又掳走一局胜利 所以 这样几乎是指哪打哪的火箭 还手握三赛点局的优势 他几乎没半点的比赛压力 来到开篇所述的147制胜局 开局 奥沙利文就用这样的炸裂防守 让克拉克 不得不冒险可以炸球堆 主播切一下盐的比赛 这个不能切 这都安排好的 金斯最近的状态 其实是非常好的 整个赛季 而奥沙利文也真敢打 就这样 明目张胆的一杆钓鱼 可克拉克 硬是不敢接招 而他这一K 把球堆轰得更散乱了 这没给自己半点退缩余地了 对手不敢拼的球局 对火箭而言 却是好的春天局面了 摆了一个非常悠闲的姿态 准备欣赏火箭的表演 没半点压力的火箭 稳稳上手 吃下第一套红黑球后 他几乎没半点含糊 就用架杆强拼 这半贴库的底带红球 顺势又清理了最下方的红球 黑球周边的空间 就彻底清理出来了 这妥妥是一个冲击147的春天局面 所以才有了之后的一幕闹剧 而决定那一杆147成败的关键要点 其实就在这最后的红球进攻上 奥沙利文独步天下的思登 叫黑球 他完全可以把局面做得更好 但他故意走得这么直 还演得这么像 把这一杆打丢弄成意外事故 其实也是挺为难他的 但这一次的147打丢 也早已不是他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情了 就不知道 对于这样任性奥沙利文 你有何感想呢 看完这一整场的比赛之后 你会觉得这局147 是他故意打丢的吗 对于这样任性奥沙利文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